毕城车正式起动 在台北市副市长张温德与优游卡公司董事长林志盈 及交通部公路局主密与基北北陶交通局代表共同启用下 用优游卡毕城车购买1200元TPAS都会通定期票服务正式上线 只要下载APP加入优游副会员 就可以用手机购买基北北陶都会通定期票 搭乘捷运、公车、国道客运、火车及U-bike快速又便利 在去年上市我们的多冬120年之后 我们现在累积已经有超过700万的购买数量 每天有超过60万人在使用这一个便捷的交通工具 那在这个基北岩导市市里面 我们有不管是捷运、客运、公车、台铁 再加上我们最后一旅路的U-bike 其实只要用T-PAS的都会通 在把我们的基北岩导市市的共同生活的市民们 都可以透过这个非常便利的工具 这个城市更紧密地连着在一起 我们当然就更希望我们给市民的不管是除了交通的便捷之外 在使用的服务我们也能够更提升、更升级 所以在今天我也很荣幸有这个场合可以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优惑部B层车的功能 我们今天有机会再升级 把我们B层车可以扩大、可以购买我们的T-PAS 120 也就是未来T-PAS只要用优惑部的B层车功能 我可以在家里面不用到我的捷运站去购买 我都可以在家里面只要动动我手机 就可以完成我T-PAS的购买 然后更方便的运用你的T-PAS的各种转运功能 B层车的好处就相对QR-Code来讲 你用手机QR-Code你要对焦 你Line要打开的时候有时候要QR-Code少要对焦对的半天 B层车不要 你只要在游泳户打开以后 你的B层车功能直接感应 他就一定去旅游就结束了 那出捷运站的时候也一样 所以公车上下速度很快 不会耽搁到后面你不会有太多的压力 所以这个功能为什么大家一直希望我们能够努力把它完成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这个跟各位运输业者 以及各位媒体朋友报告 我们已经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推租了 那现在其他外线是已经在举手说 那接下来轮到我 接下来轮到我 那没有关系 我们重中之重的这个鸡胚饼桃 我们先把它完成 接下来有需要的各地的这个定期票 我们依然会努力 悠尔卡公司方面表示2023年手机B层车搭乘总烫次超过450万笔 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成长8% 7月起手机B层车在台铁全面启用 8月陶节与新北轻轨也正式上线 不过目前只有安卓系统手机有开放NFC功能 可以使用悠尤富B层车 至于苹果手机何时开放 悠尔卡公司董事长林志颖也做出回应 手机B层车的功能是要借重于手机本身的NFC这个作用才能够达到 那么目前只有Android的各品牌的手机 那iOS Apple手机目前因为Apple的政策还没在台湾地区开放NFC的使用 那它在全世界好消息是它在全世界的局部的国家跟地区已经陆续在开放 那我们期待那个苹果公司在台湾的NFC的功能能够早日的开启 让台湾的民众Apple的使用者能够更自在的享有这个低层车的这个功能 所以只要NFC的功能苹果公司开放的话 那我们会主动的跟Apple来联系 悠尔卡公司也同步推出好康活动三重送 直至起到11月底 民众使用手机B层车购买TPass定期票 可享比比最高5%回馈金 另外在加码抽定期票免费搭 将抽出10位幸运额可获得1200元悠尤付回馈金 新加入悠尤付会员 在活动期间用手机B层车购买1200定期票 这可以获得100元现金回馈券 每期限1000名总共2000名 欢迎民众一起加入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体验智慧便利新生活 手机B层车购买 都会抽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